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答应做他的女朋友了 他追你追了多久你答应的 一天 那你们这就算一见钟情是吧 小片里说文化习惯或者文化差异导致你们现在有冲突对吗 他总是说我们的文化什么差异很多 首先是从那个生活习惯上面就很不一样 他就是比较喜欢用手抓着吃饭 在家的话别人也看不见我我也算了 但是在外边饭店跟朋友一起聚会也直接就这样抓着吃 我觉得就挺丢脸的 各个地方都不要像中国一样用筷子吃饭 我们有自己的习惯 会用筷子吗小伙子 会用的现在会用 我觉得这是小节没什么尊重人家的习惯吧 是不是 但是我就觉得不讲卫生 我才觉得你不讲卫生 每次他进屋子的时候总是把鞋也穿进来 拖鞋在家里穿 他不让就直接把鞋给扔出去了 不让我穿 我觉得都是小问题这都不是大事有大事吗 就是在他交友方面吧 他比较开放各种各样的朋友都有 一见着就拥抱 男生还好女生抱得可紧了 拥抱轻轻是贴连就是我们打架的方式 要不是人家个打架或推开人家里觉得好看吗 下次你也轻轻冲冲 没意见吧 我没见各位朋友跟他也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的文化里好像不太接受这个是吧 后来我到海南去实习了 然后我走了之后他就好像解放了一样 天天去酒吧玩到三四点 我经常给他打电话他都不听的 然后发信息他也不回 你要是心里没鬼的话你干嘛不听电话呀 不接电话就心里有鬼了 我最不喜欢那些朋友聚会 一直都拿着手机看自己手机不离别人 一般人跟朋友在一起就很专心的跟他在一起 在乎别人的感受 要不是一直都拿着手机 那你在乎别人的感受你在乎我感受了吗 有一次我心情不好 我给你打电话打十几个电话都不接 那我哪也知道哪天你心情不好 如果我提前接到就待家乖乖的等电话好了 就是我不在他身边那段日子 我的朋友经常看到他跟一个女生在校园里面走 跟女性朋友一起走不可以吗 为什么他还看见你跟那个女生从房间里面出来 孤男管女的 我给你解释几遍了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想去我们柬埔寨的那种特色饭 我会做饭 我给他做饭了 去完了就走了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想太多了 你总是就这样吃素 有一天我的女性朋友他跟我合照 然后发到朋友圈去了 而他看到了 很生气都不跟我说话 那种合照根本就不是普通的那种合照 肩靠着肩脸贴着脸 这种是普通朋友该拍的照片吗 合照就是这样 难道你合照你跟别人 离别人十迷就那么圆 那人叫合照吗 他还有一个闺蜜 特别亲密 经常在一起 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 他那个闺蜜就在旁边一直在说话 我就问了一句 他是谁啊 他直接就给我发火 说我问太多 我跟你说过了 他是好朋友 他是好人 他也在旁边见你 不要就这样跟你朋友说话 他是好人 那我是坏人行了吧 你总是说你跟他的思想很一致 他不喜欢他的男朋友黏他 你也不喜欢我黏你 你那么喜欢他 你跟他在一起好了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没有什么语言表达能力 我不好 我不是中国人啊 我只是希望你能不能跟他一样 不要那么黏人 这样子也很累的 你们俩现在这个谈恋爱 谈到哪一步了 就是现在交往两年了 然后他的家里人也知道我 但是我的家里人不知道他 为什么你没跟家人说吗 因为我觉得 就是我们之间的矛盾太多了 而且感情啊 还有事业方面都没有稳定 我不敢告诉我家里人 男生对这个建议吗 有点不开心 你看我都把你介绍给亲戚 家人朋友都认识了 通过视频 虽然语言不通 但是他们很喜欢你 但是你一直都不让我认识 你什么家人朋友都不认识 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我觉得你不够爱我 你不认真你对我们的未来没有任何打算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根本就没有到这个份上 你知道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就已经发生问题了 他在柬埔寨还有一个女朋友 金色尔的群女友 我们已经 你确定那个时候已经分手了吗 他为什么天天给你打电话 你们一聊就是半小时一小时的 虽然我听不懂你们的语言 但是从你的神情啊语气什么的 我能感觉到肯定你们还没有断的 后来不是在你面前给他打电话了吗 说我在这里有女朋友了 我们不要继续这样了 你不要打扰我 但是这个事情毕竟就是发生了呀 你当时候就是脚踏两条船 这个行为本来就是不对的 当初既然知道他是这么一个状态 为什么还跟他继续 其实一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就给自己做好心理准备了 可能会比较多这种文化冲突 他也是自己一个人来到中国嘛 然后他们也没有干什么就是出格的事情 我觉得也可以原谅 我就说以后就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我就原谅他了 你们在一起两年啊 这两年快乐吗 还是说因为你开始实习了 聚少离多 所以变成了这样 应该是从我就是去实习之后 就开始发生这种各种矛盾吧 实习完了之后 我还去深圳工作了 那一次他突然跟我提分手 那时候他走已经有四五个月了 我在学校总是一起去找他 他走就从来没有回来过 我觉得你就这样去飞了 天天都不在家 在外面的世界认识那么多人 我觉得我们以后的未来好像没有了 所以那时候我比较冲动 我就跟他分手了 你知道那天是什么日子吗 那是我人生第一天飞行 就是再我什么都不会 然后 就是第一天上飞机的时候 你就这样子 坚决地跟我说分手 我怎么跟你解释 怎么打你电话你都不听 你知道我有好几次 我面对旅客 我差点眼泪都掉下来了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那段时间我也很难 然后我心里面也很复杂 我觉得如果真的不能跟他在一起 不能就这样伤害他 然后我觉得就这样说了 但是后来发现 我记得有多地方 我们去过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回忆 我觉得很折不得 我觉得不能没有你 然后后来不是跟你说 我们能不能和好 然后你说同意了呀 对和好了 但是那一次分手真的 对我打击太大了 我就 我以后我真的我面对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每一次看到你 我都会想到那一次分手的痛 而且你总是说要见我父母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能不能继续走下去 我怎么带你见我的父母 姑娘现在的态度是个什么态度啊 其实我心里面是纠结的 我也是爱他的 但是我们这种分歧 还有这种矛盾 真的让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 男生 你建议他继续飞行吗 只要能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难 这个在一起是结婚吗 对 好了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和小玉成为男女朋友的时候 你在钱埔寨有一个女朋友 小玉刚才说的没错 这用我们中国话说 叫脚踩两只船 当然你有你的解释 但你不要疏祸了 她是一个女人 她虽然听不懂钱埔寨话 但她有第六感觉 我倒相信她的第六感觉 小玉 你刚才讲 你在外地实习 她带朋友回家 这个呢 作为女性呢 是忍受不了的 全世界的女人也都一样 我知道 但是别人的口中 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但是我自己知道 那个人也知道 我们是清白的 你有了女朋友 还和其他的女孩子这么交往 你认为是私生活 但我想告诉你 全世界的女人都不认同这样的私生活 但刚才你说的 吃饭啊这一些 我倒认为是一些习俗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 文化差异也是可以谋合的 生活习惯也是可以适应的 但关键的问题是 两个人之间 是不是坦诚 是不是两个人心心相应 真的相爱 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如果说帕克你真的 真心的爱小玉 你就要预说一点自己 这一点叔叔还是提醒你 谢谢啊 谢谢老师 谢谢薄红兄 来 李老师 异国恋啊 确实是需要跨越的东西很多 面对这么一份你们异国的恋情 小玉她从一开始对你们感情的 百般的留恋到慢慢的 她会有了自己的想法 你看她现在 其实她成熟了 她想的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很实际很靠谱的 你们之间就确实存在很多这么现实的问题 但是你刚才你的反复的陈述中 我又感觉你很真诚 如果你们真正想走下去的话 我觉得你们都需要考虑问题考虑的再全面一点 其实貌似是一个异国恋 但我觉得异国的文化在这里并没有影响到你们感情 其实你们原来现在还是那个校园恋情 两个人天天在一起 一旦分开了 你去实习了 异地恋了 你就会发现这个男孩的缺点一点一点都露出来了 给你极大的不安全感 男孩现在跟那个女性朋友关系还很紧密吗 现在没那么紧密 因为 因为他不让 对 因为他建议 所以你要改 改得很舒服吗 舒服 你这话让我很不舒服 因为你不说实话 你天性是一个追求自由的 你身边不可能没有异性朋友 而这个女孩 现在她要考虑的是什么 是婚姻了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校园的恋情了 她在这会儿会非常突然地发现 你并不是她想要的那 就刚才赵川老师问 如果你分手 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她说是父母不同意 但父母不同意的 只不过是她的借口而已 同样的借口你也采用了很多 你说 有一些抱抱亲亲的 这是不同国家的文化 导致的我的这些行为 是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因为你的心里 还没有被这个女孩完全地占据 如果说你的心里 只有这个女孩的话 你不可能采取那么多 她不认可的亲密 跟朋友之间的亲密的举动 也不可能发生 邀请一个女性朋友 没有到自己家里来给她单独的做饭 那叫约会 所以说你种种的这些迹象 让这个女孩没有安全感了 而且这个女孩又面临着新的一份天地 跟你是异地 同时自己 还有自己的工作 你能做什么才能让这个女孩有安全感呢 你不用说 我心里只有你 我爱你 我不离开你 这些都很苍白无力 拿出行动 远比说 要来得实在 除开客观存在的文化冲突之外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 爱情有很多的特点 都是类似的 比如说 真正的爱情当中 一定有两种本能 第一种本能是爱 比如 互相关切 彼此关心 和彼此惦念 这都有 但如果光有一种爱的本能 还不能确切 这是不是爱情 还只是占有 那我们就要说到第二种本能 第二种本能 是嫉妒 嫉妒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渴望对方重视自己 不希望其他的异性 来分享自己的同伴 女方是有嫉妒的 比如说 女方的眼泪 是表示在乎 愤怒 是吃醋 不离开 是因为放不下 所以 你的嫉妒 是爱情的一种 重要体现 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男方没有嫉妒 这就很成问题 没有哪个人 在爱情生活当中 是非常大方的 说我信任你 我给你自由吧 你想怎么做 我都不会吃醋 我是信任你的 我不相信一个人 在爱情当中 会有这么的大方 只要是人 都会有嫉妒 如果一个人没有嫉妒 我只能说 他真的很不在乎对方 他没有把你 真正当成自己的唯一 爱情生活当中 一个重要原则 就是专一 只要是爱一个人 他就会吃醋 不管对方是否做了 真正违反爱情的事情 哪怕是多看了一眼 多看了别人一眼 你内心会不舒服 当然我们每个人 在生活当中 有些人用自己的爱的本能 克服了自己的嫉妒 那么他可以给对方信任 但有些人用嫉妒 抹盖出了他爱的本能 结果就变成了自私 但是不可能完全没有嫉妒 完全没有嫉妒的话 我相信这一定不是爱情 但是光有嫉妒还不够 很显然我们看得出 女方很嫉妒男方 在其他的女性生活当中的 那种流连往返 但是当嫉妒 变得没有用处的时候 就是你嫉妒 他不嫉妒 而嫉妒已经变得没有用 不能让对方 再重视自己的时候 这种嫉妒 就会变成 新会议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 人怕伤心 数怕剥皮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在第一次飞行的时候 他突然跟你 来了一个分手的说辞 到那个时候 你发现你以前所有的嫉妒 对他所有的限制 对他所有的 你不要跟其他的疫情接近 他都不能理解 你的嫉妒不起作用的时候 换不来他的嫉妒的时候 你就心亏意了 那索性我就不在乎了 那我还告诉我父母干什么 既然我种种在你那前撒娇也好 我跟你说你在乎我吧 你不要跟其他女生眉来眼去 我很嫉妒 我很伤心 我换不来你的嫉妒 反正你不重视 那索性我就干脆一直冷下去 所以说真正的爱情 一定是以信任的心给对方自由 但是另外一方 绝对不以对方的信任 而滥用这种自由 这样的话就不平衡 所以说在生活当中 每个人对对方要有信任 当然你也有嫉妒 但我们要以信任 来给对方自由 而战胜自己内心的嫉妒 但另外一方也一定要自觉 你知道对方给了你的信任 你就不要滥用这种信任 呼呼对方的感受 迟早有一天对方会心灰异了 所以我的态度完全不看好 对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 Space